歡迎回到健康2.0 沒有想到家裡頭 常常在吃的絲瓜這麼的讚 它可以美白 抗癌 而且當然還有消暑方面的好處 小姑師傅 可是絲瓜好容易老掉 到底怎麼保存 一般的話 如果兩天之內吃的話 沒關係 你就簡單的絲布 稍微蓋過就好了 你說用這個 對 濕紙巾蓋過 然後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冰箱裡面 兩天之內沒關係 是要包起來 還是給它蓋棉被就好 稍微蓋棉被就好 不然我準備一個蓋過就好 那如何可以讓它放五天呢 這很重要 來 我分享一下 這個蒂頭的部分 通常是它開始誘發它 所謂開始水分增扇 跟那個所謂裡面 開始老化的部分 我們切的時候要在這裡 不是切蒂頭的上面 要再上哪一點點部位 這裡 好 把它整個切掉 沒有 不是整個切掉 保持微綠的部分產生 你看它自己有一個向內的纖維 對 有沒有 有 對 然後它水分是不是很快就出來了 有 這裡開始有絲瓜露產生了 有點黏黏稠稠的 這時候我們就這樣濕了 布巾 稍微微完全蓋住 在蓋住的過程中 我只要這邊保濕就好了 就是我們再用保濕膜包裹 放到冰箱裡面就好 大概可以放五天 對 但是有一個過程就是很重要說 萬一如果說在這個部分 它已經出水 一定要換 我們這個還是要換 多久換一次 一般的話大概是兩天會換一次 好 所以絲瓜 包括挑選跟保存都告訴大家了 剛剛沒有透露一個 讓大家口水快要流出來 絲瓜冷麵 說是日本京都的吃法 很期待對不對 對 它其實這樣 沖繩吃法很好玩 它絲瓜竟然是去做咖哩的料理 我覺得也很好吃 最近有吃過就是日本人也用很多 用很多 他們其實在沖繩 尤其南部的地方 他們特別愛吃絲瓜 絲瓜最外圓的皮 我們就把它削除 你削得很薄 對 故意的 其實我覺得在綠色的部分 是非常好吃的 最好吃 對 所以我要故意削薄一點 等一下我要品嘗 我那綠色的部分拿來做麵條 我之前都錯了 我下刀都太重了 對 不要下太重 又有發現小郭師傅 它削得好薄越薄越好 對 手要輕 要快 對 我故意會留一些纖維 譬如說我現在要吃麵了 對 然後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譬如說這樣 手輕一點 利用手放後面的時候 輕一點 一樣用刨刀就可以了 對 一樣刨刀 不是用切的 很方便 切除我們這樣薄薄的部分 太好了 對 光用把絲瓜切成這樣細條狀 就覺得很麻煩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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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有點像刀削麵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刀削絲瓜麵 那中間白色的部分怎麼辦呢 好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通常我們削到白色的部分的時候 我這邊種切麵給大家看一下 白色的部分是不是妳看到 這很嫩對不對 很嫩 很嫩 很棒對不對 還有我們不要浪費 我們吃的時候除外面的 可以做麵之外 這一部分削下來 先下去跟湯煮 為什麼 是要把那個甜味帶出來是不是 沒錯 在煮的時候 甜味就會出現 太棒了 剩下的這一部分 我們切一切 燙過水之後 冰在冰箱 隨時當作沙拉拌著吃都可以 真的 對 我最近又吃它裡面用什麼 用胡麻醬去拌 好好吃 那個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在燙的時候 它綠色的出來的部分 我們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稍微撈起 不要太久 一下子這樣就好了 幾秒鐘 馬上放到冰塊水當中去冰鎮 對 食材過度亨調的話 它的養分會有點可惜 對 穿過水之後 把它水分稍微弄掉 來 是不是就是像麵條一樣 哇 對不對 你看不用去吃什麼菠菜麵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用這個多好啊 然後這是鹽鹽過的昆布 哇 搭配在上面 哇 太棒了 這個鮮味提出來 來 這時候我有 昨天晚上有滷一些螺肉有沒有 搭配在旁邊 天啊 螺肉 好好享受 整個高級感都出來 然後搭配隻甜蝦有沒有 超大的 對 然後我們再放在旁邊做搭配 吃的時候一邊搭配 最主要是醬汁 醬汁很簡單 我只要用螺肉的 它本來的醬汁 或者是我們柴魚湯汁來調配就可以了 對 然後當作它的底汁 好 一點點 我在吃這個麵的時候搭配就可以了 這時候旁邊再加一點芥末 很快吧 好簡單 宜芳你覺得呢 我覺得很棒 非常非常棒 它其實是營養非常均衡的 包括有蛋白質 其實螺肉裡面 維生素B群含量很多 好 這請教一下小郭師傅 剛剛我們丟進來的這個 就不用了嗎 沒有 這是拿來吃的 對 所以你可以怎麼用 這樣這時間來放冰水裡 好 冰水裡 我們現在想要品嘗它這個 其實因為它的紙 其實是可以吃的 頭腸加硬 對 對 是很好吃的 比較小看這個 稍微冰一下 讓它不要那麼燙 我們就用很簡單的醬油就好了 稍微醬油醃過之後有沒有 連那個紙都很嫩很好吃 我覺得這有點像生魚片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它絲瓜籽裡面維生素E含量很高 所以我們常說 絲瓜為什麼有維生素E 就是它的紙 所以裡面紙是對女人 是養顏美的好酒菜 所以要把絲瓜籽吃下去 對 我用它包著紫蘇葉 跟著紫蘇葉一起吃 然後上面加一點鹽 它除了可以驅回蟲 還可以養顏美白 那我就來吃吃看 直接吃吃看 紫蘇的香味搭配哪個 應該很好吃 應該不錯是吧 應該很好吃 哪裡很困附 那個什麼飯類的 應該很好吃 而且沒說話 好吃到講不出話了 很好吃 好好吃 而且完全是天然的香氣 很鮮甜 然後因為紫蘇葉 它在你的嘴巴裡面 散發出的那個香味 又不會燙 剛好一口這樣剛剛好 然後醬油又不會太鹹 所以真的是 絲瓜稍微動一點巧思 就不是過去那種炒絲瓜 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變化 真的太好了 小郭師傅 接下來還要繼續來告訴大家說 絲瓜這麼棒 養顏美容 還可以抗臭除斑等等 絲瓜水平常大家是怎麼用的 你們家從小 給它一個名字叫做 絲瓜露 美人水 美人水 然後實際上像 在主持人前面有一個絲瓜 妳現在妳看一眼 就已經出很多 來 我讓大家看一下 它出了就是那種汁液有沒有 而且是那種黏黏稠稠的感覺 對 就是大家平常煮絲瓜的時候 其實這樣抹就知道了 就是很滑 像有些人如果剛出去玩 然後曬傷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直接 輕輕的按在皮膚上 像小黃瓜一樣把它封上去 要切片嗎 對 妳就可以切薄片 然後連著這樣子就是輕敷 真的 因為它的絲比 小黃瓜還多 然後甚至像我們如果說 今天我只是就是沒有曬傷 或是有灼熱的感覺 我就是要美白保養 我們可以把絲瓜 我們就把它磨成泥狀 包括皮 對 連皮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絲瓜露 就是美人水 然後這邊有一點蜂蜜 蜂蜂本身很保濕 絲瓜本身又保濕 所以我們就可以 妳通常會怎麼調 我通常就會用 因為它這個水分沒有那麼多 我通常會用一瓢 或者是兩瓢的量 比較稠 這個是整顆絲瓜模型的 大的 對 一點水都沒有 然後接下來我們放一點 這個美人水絲瓜露 然後我會加蜜的原因 是因為第一個它本身 就是可以增加它的保濕感 因為我們夏天的時候 皮膚真的就是很容易的緊繃 然後還有就是 敷完這個以後有一個 我沒有想到的效果 就是控油 真的啊 像譬如我早上要出門 然後我很早要出門 但是有的時候一化了妝 你就會覺得滿臉油光 可是我在化妝之前 我就先用絲瓜水 然後噴過之後我再上妝 家裡這種絲瓜果然很享受 然後噴完之後再上妝 就發現那個妝很貼 而且真的是控油 這個是妳平常在家裡頭的用法 阿嬤的秘方 那中醫上面 也有用絲瓜水來做面膜嗎 對 我們就用那個絲瓜 不是那個經過一個晚上 揭出來的那個絲瓜露嗎 然後當它的容器 然後呢 但是我們就沒有用蜂蜜這些的 但是因為它比較偏 不會那麼粘稠 所以我們加了那個 可以這個古方裡面的 這些嫔妃 後宮徵環帥 常常用的這些 因為這些都是寓意配出來的 原來的方式很多 我們用了一個比較可以增加 就是讓我們很簡便的 有兩個 馬上變娘娘了 你知道你要走在這個後宮上面 那個皇帝要特別看得到你 你的臉要偏亮 要亮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 我們叫做芙苓 這個白芙苓 這個白字背的藥材 對我們的皮膚都會有一個曲風 然後對我們的像斑點這些都可以曲 這個呢 這個就白紫 那很多的古方裡面 用它來去除我們臉上的那種 小席肉 小粉絲都很好用 所以我們把它磨成粉以後 就變成旁邊的 這兩個搭在一塊 這兩個搭在一塊 我們一般的一個臉 大概5克就可以了 5克的話 大概你看 我們用這個 用我們的小勺子 好了 用起來 像這樣子大概只有零點幾克 我們就要示範用 如果你的臉要用的話 大概就要比這個大概多5倍 大概就5分 1分 1碗 然後加我們的一個濕瓜露下去 可是如果用太多會怎麼樣嗎 用太多不會怎麼樣 會有散效果嗎 不是 用太多的話就是它會讓它 你的粉用的比較多的時候 你的黏稠度就會比較弄不開 刮不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把濕瓜露放進來 然後把它稍微 這樣好 請問你們家裡頭有用過這種嗎 會 也跟中藥 就是我覺得茯苓跟白紫非常好 我們有時候還會加3漆 就是川漆 中藥裡面的川漆 因為它也是活血區域的 女生其實為了那張臉要白 真的是什麼都會用的 你會發現說 在我們古方裡面 用的大概都是白自備的藥材 用川漆比較少 它的藥材弄上去之後 它就會直接有粘稠度 尤其是我們剛剛說的白紫 所以當你把它敷上 比如說我用我的手 就是當成臉來用的時候 你要發現敷上去以後 就是不會有這種滴下來 不會流下來 然後你在臉上再抹它的時候 你不能有這個毛孔出現 所以要讓它整個就是 這樣有震的一個程度 我通常如果說需要 比如說是曬黑了 我就會把它 曬後急救 曬後急救用上去 甚至有時候臉色比較暗一點 我就會用它來 所以大概在睡前的時候 就把它用上去 然後大概10分鐘 有時候偷懶看電視的時候 又把它敷著 就用這個眼睛 你就發現隔天早上 你就什麼 水噹噹 發亮 發亮的 所以它基本上很簡單 而且你只要 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弄多了 這個時候你就把它用個 什麼保鮮膜把它蓋起來 放在冰箱裡面 隔天再加點絲瓜露弄下去 所以大概可以維持一個禮拜 此絲瓜露大概七天時間就不行 都非常便宜 也不用花什麼大錢 去買一大堆面膜等等 對 是 沒錯 絲瓜除了是對皮膚好之外 其實對眼睛也有幫助的 有個研究很有趣 他發覺他對動物實驗 好像一些白內臟的老鼠 他給他吃絲瓜之後 竟然白內臟的情形 就可以獲得改善 所以現在我們炎炎夏日之後 我們曬太陽除了皮膚 會曬傷之外 其實對我們眼睛傷害也很大 所以平常都是你的絲瓜 可以保養我們的眼睛 減少白內臟的出現 好 真的是學到了絲瓜 很多很棒的地方 廣告之後來看 另一個夏日補水的食材 我們剛剛看到說是 除了絲瓜之外還有另一個 這可是從國外來的 他可以護腦還有護心血管等等 到底是什麼樣的好東西呢 稍後回來